好了 同德系列就去到第四集 今天就會出現第十一場賽事 就是傳說中廣 最多的賽事就是1600米 150磅 面對百姓復星 最後跑出一個紀錄時間 1分33秒3 這個就差不多很多年後才破 要去到這個所謂現在的三網草才能破到 基本上是不能夠破到 當然是很經典的 當年的騎師是陳伯鶴超生 當年有一個爭議的 這件事 我記得當年有些人說 為什麼不換得好這個騎師 當年我記得彪叔有說陳伯鶴有多好的這場賽事 是年輕人才敢敢放 如果是被大師傅 就會扯戰扯留 還輸得慘 我記得當年彪叔和郭君成都在留 因為我有我的影片 都是這樣讚他的 這場賽事也是最經典一盡 所以很多人都說最經典一場賽事 所以大家稍後都可以再留意一下 還有當然還有一個小插刀 當年就說 那場賽事很多人有位警長 有位警長拿捏公款就去搞了這場 什麼銅德對踏石山 跟著要吞槍自殺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警示的故事 當年這件事也是很多人說的 不過銅德一場贏了第十二場 終於也有滑鐵路輸了 也是差不多 跟著馬開始感覺就好像沒有以前那麼厲害 第十二次輸了給足球 當然 阿彪叔說他的馬的狀態開始有些感覺是差了 所以評論這隻馬是一般的 當然大家都可以看 第十三場再贏了失禮盃 都可以面對一隻這樣的馬王 我們都可以當是一步步地看看這隻馬的故事 那我就不說關大家的時間了 我們又看看他怎樣大致這個百姓復星破這個紀錄時間 銅德比他的刺激大一點 因為他覺得贏到銅德是很威風的 是一樣的 否則今天這隻馬是以馬論馬與人的計算 我不要他 因為快樂八十都不是慢的 他有個及時搶先走先 這個真是大騎師 是嗎 馬德仍然比你這隻超傑的 你猜快樂八十比你還要比嗎 是不是怕他是不是有腳有事 就見他出來就沒事了 我覺得今天的同德仍然會怕他快樂八十 因為前端快 如果他在前面走 整堆馬包圍 真是幾難找位上 到真的出來就好像紅紫荊那樣都不奇怪了 是嗎 是呀 回來不是輸很多給你而已 輸輸的機會給你 是呀 即是紅紫荊那樣而已 你現在再跑過你也是買紅紫荊那樣的 贏啦 那馬可以說是孫摩家 你二三三招 不過紅紫荊那樣就有點不划算 他本來一直的位置很好 是不是 你真是被人一早就鎖了 就沒有什麼呢 那就沒得說了 是呀 那你 你一路被人鎖了就沒得說了 你自己一路都好像是操縱了那場馬來跑那樣的 已經一路都是驅上風的馬來的 是呀 公吹一櫃 講講賠率呀 夠鐘了嗎 兩分鐘左右 紅得現在變成7點五 一號 二號的超節呢 九點二 三號的快樂八十是九倍 四號速戰速斷六十倍 五號財星拱照四十五倍 六號的石山十倍 七號的百姓福星三十倍 八號的孫悟空九十倍 九號的藍堂道七十倍 十號的快昌有飛十八倍 好 交給你 這場的連贏 現在一搭二這條呢 有兩個開 銅得搭超節呢 有二十元的 一搭三就六個開 銅得搭八落八十是六個開的 一搭六就八倍 銅得搭石山就是八倍 二搭三就十八倍 超節搭八落八十有十八倍的 棄育啦 是沙田錦標賽 是第一 二混合班是十隻馬 是跑這個千六米的 今天場地乾快 看來 昨天紅中列馬 創下這個路程的最快時速紀錄 在這場呢 又會 給看哪隻馬打破的了 現在呢 童德是入閘的 跟著其他馬 已經很多馬入閘的了 藍蕩到 現在入 童德現在入閘都乖了很多 最後一隻呢 就是百姓福星的 現在才拉到後面 十隻馬 跑千六米 快樂八十都未入到 想不到快樂八十今天入閘 是有點脾氣的 好了入了 入了 還有一隻百姓福星的 一隻 等著百姓福星 好 全部馬不入閘 一起步 前面快點的 是百姓福星的 這隻馬相當快 跟著呢 就是石山 然後就是快槍 幾隻輕步馬 童德在尾爾的 前面呢 百姓福星領先 大概四個馬位 跟著呢就是快槍快樂八十 快樂八十果然擺前些跑的 然後呢就是孫悟空在第四 然後超設在第五 後一些呢就是石山 石山的後面才是童德的 然後再後一些呢 我們見到就是有 這個財星拱照 最後呢就是速戰速決 那現在前面呢 百姓福星 跟著呢就是快樂八十快槍 跟著呢就是超設孫悟空 然後就是童德石山那樣 那每隻馬距離呢 是前面那隻馬呢 是放得前一些 跟著呢就是快樂八十快槍超設 然後就是孫悟空童德石山 那看一下回來直路怎樣 百姓福星還在前面 這隻馬速度相當厲害的快馬來的 現在已經拉開了那些馬 快樂八十在第二超設 在第三童德已經上到第四 那回來直路看一下怎樣了 這四隻馬 專精入直路 百姓福星還是領先 超設在第二位 童德現在開始追 百姓福星超設童德 百姓福星現在還是領先 童德現在過了超設 看看追不追到百姓福星 在走勢 童德還是有機會贏這場賽事 百姓福星又童德 現在來到這裡還是很接近的 童德真 照樣贏 童德第一 百姓福星第二 童德第一 百姓福星第二 速箭速脫第三 馬王就是馬王 150磅 依然是 不怕這隻百姓福星帶得這麼快 一樣回來追到你 百姓福星這隻馬 是一隻速度非常厲害的好馬來的 這隻馬跑乾地很厲害 全程領放 最後一程連超節都放乾了已經 童德現在告冬來全力追賊 這場馬可以說來香港這麼久 最辛苦是這場的 來到這裡 現在雖然是追近了 但是磅位重 這隻馬來到這裡 開始力度都不是很厲害 但是打兩步 最後這隻馬是憑衝勁過了 告冬來最後兩步 僅勝半個馬位的這場馬 第一次上勝的速箭速決 居然憑後勁跑到第三 這隻馬相當厲害的 結果跑完了這場 沙田錦標賽 童德依然是童德 童德 童德 贏得相當好 這隻馬 剛剛在終點前 就過半個馬位才緊張 百姓福星幾乎到了 你都說這隻馬漂亮的 是不是 今天拉出來漂亮的 這些馬真的很好速度 剛才我們拍出來給大家看 那場馬已經看到了 這隻百姓福星 講開又講今天 用的配搭加強些又怎樣呢 那百姓福星這隻馬 是劉伯恩試過的 為什麼不騎呢 他要簡快下八十騎 就是因為可能那個名氣 你知道嗎 如果他騎這 他今天騎這隻馬呢 我看都 可能童德會輸了 不奇了 未必 未必可以 因為他是憑速度放離你 你知道嗎 因為你百姓福星很重要的 一百一十八磅 你差到三十幾磅 那裏差兩班馬 不是差一班 你看看那個時間 一分三十三秒三 不是被他放到這樣 就是這樣的時間 是全世界來講 跑這個千六米 這個一分三十三秒 就已經差不多是 那些最好的馬的時間 一分三十三秒三 千六米的時間 有排都破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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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紀錄 因為你很難有隻馬 肯前面放到這麼快的 是吧 讓我今天呢 又可以說謊話 搞好菜 而這位 今天童德呢 又說布朗 拉頭馬 即是 以前在香港的練馬師 布朗 跟他有什麼關係呢 我想 怕因為黃燈萍在他那裏出身 是這樣的關係 應該沒有什麼關係 現在拍照了 不得剛剛回到的 掌聲雷動 馬王就是馬王的 對呀 根本 譬如輸給你的百姓福星 難道你百姓福星是馬王嗎 差三十幾磅 對吧 譬如這樣 讓磅始終都是要輸的 難道讓四十磅 讓五十磅 人家的馬都贏不到你 一定贏到你的 對呀 百姓福星走勢真厲害 真是厲害 好馬來的呀 百姓福星 好厲害 他今天找誰騎都好分 百姓福星 對呀 高東尼說馬鞍 他都沒有拿過這麼重 你看 他想走快兩步 現在走不動 真的 想快點過房都走不動 這個工作位置 在上一場 定出馬達的飽速的時間 是一分三十六十五三 這個是三條馬雲土地 一千六百米的新紀錄 有排都獲不到這個新紀錄 這個時間一分三十三秒三 好厲害呀 場地有幫助 因為今季換了場地 都是有很大的問題 這樣就是 不過本身的確 這樣的速度來講 都是正所謂一流水準的 這些時間 好像輸的 你想想 如果這樣的時間 你說同德如果揹一百 十幾磅 就怎麼樣 好 有派賽 跑第一名一號 同德獨贏十五個一 位置十三個八 跑第二名七號 這隻百姓福星 位置四十六個一 跑第三名四號 速戰速決 位置有五十六個一 連贏位置一號 同德搭七號 百姓福星 二百九十三個六 連贏位置一搭七 是二百九十三個六的 好 沒事的吧 這隻馬就 上回馬了 在裡面 足球 也你了 滑乾淨 羱 至少 去uer 你還不知道 還不講 好 由於這樣,他們這裡二陸起飛 變成一搭二有兩倍了 對,沒錯 不知是否我看錯了,好像是差了一點點 應該還可以保持得到一場 再跑下去就不行了,是不是 對,應該差不多了,差不多到季尾才再跑 其實這場可以休息,老實說 是嗎? 一起落三場 這場有這麼多場 如果這場因為這樣輸 就不值得了,是不是 真的不值得了 因為牠長長硬脹來的,沒有牠長輕的,是不是 你看看 好像撿著撿著 好,兩分鐘 一號的童德現在有七點五 二號的奪獎現在是四倍 三號的敗落八十十二倍 四號的幸運三十五倍 五號的友誼寺寶四十倍 六號的足球只有七倍 現在只剩下七點二 現在只剩下七點二 現在連贏位一二這條有兩個開的 二十元左右,這個童德搭奪 收了給你們 一搭六就有四十五元,童德搭足球 二搭幾中 今天這場賽事就是童德今季第四次出賽 背到一百五十四磅 和對手起碼最接近那隻獲獎都差二十二磅 究竟實力有沒有這麼好呢 這場應該有答案 照計讓到二十二磅已經不止一班 尤其背一百五十四磅都相當吃力 看看童德究竟是好成點 現在還有一分鐘 所以還未入閘的 馬匹在閘前 七隻馬而已,跑一千八米 現在的時間還有半分鐘 多些 還未入閘的 今天是童德走到閘後面 其餘六隻馬呢 都還在外面 那當然等童德入閘先 好了,那現在的馬走到閘後面了 時間差不多了 今天不是童德入閘先 童德很乖 一入就入了 到其他的馬了 童德一向入閘都會搞一下 今天完全一點都沒有搞 好 童德入閘 童德入閘 現在還有奪掌和快樂八十 奪掌亦都入閘了 只差一隻快樂八十 快樂八十 大張黑眼閘 好了,全部馬回入閘 準備 一起起步 出得相當齊的 前面現在快樂八十 大頭的 開邊好友也挺快的 快樂八十 好友 足球 童德奪掌 現在快樂八十 跟著友誼至寶 然後就是足球 童德奪掌 好友 厚一點就是這個好彩的 還有千四米 快樂八十 友誼至寶 足球 三隻鄭弟詞在前面 跟著就是童德 然後就是這個好友 厚一點就是奪掌 還有這個好彩的 現在大概還有千一米左右 前面還是快樂八十 跟著就是足球 友誼至寶 童德 好友 奪掌 還有好彩這樣 快樂八十 還在前面 跟著是友誼至寶足球 快樂八十 快樂八十 足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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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德 好彩 足球現在是贏了出來 足球 童德 快樂八十 足球 鬥童德 足球還贏著 足球 童德 快樂八十 足球 足球讓了三十幾磅 對呀 這場馬贏到童德 三十一磅的足球 輕了 果然贏到這場賽事 童德這場馬 流放已經非常出色 直路騎上來 但是這隻馬 一百五十四磅 事實上 是太過吃力了 看實 足球 帶來全力推棋 快樂八十 已經帶回來 都頂不住 這隻童德 但是足球 輕綁之利 帶來這場馬 一早跟在第三位 直路 一人一步 沒法子過到他 就這樣半個馬 在過終點 足球第一 童德第二 第三 快樂八十 決掌的範圍 這場馬 是完全跑不出水準 我不知道是什麼 我知道他今天 拉得很遲 出來 第一眼給我 我覺得馬的神 是跌了 所以我覺得今天 他不是輸在榜 而是輸在馬本身的狀態 這場馬 跑這場馬 真是至朝其辱 這場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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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二百 最好二百 熊德已經皮泰 露了 流放 這樣什麼都對 是吧 他沒有跑錯 一點都沒有錯 一分四十八秒一 是吧 是吧 現在路皮泰 馬還肯跑 不是不肯 高東來拘捕他 但是他已經不吸引 拿不起來了 馬已經 力度盡 馬說到尾 我都認為不應該跑 好 有敗賽 跑第一名 六號的足球 獨贏派賽 七十二個七 位置是十四個八 跑第二名 一號的同德 位置是十塊零八毫 跑第三名 三號的快樂八十 位置是十八個三 連贏位 六號的足球 搭一號的同德 六搭一是四十八個七 看到了 這隻飛船 在這兒 這裡 我們看到了 降落草地 歡迎光臨 又再升空 五號真是最聰明的一隻 磅又輕人也好 應該是贏同德都是這隻馬 馬是最聰明的 沒得談 如果一二三 一二三都不入圍 大件事 五六這條有多少錢 二十倍 五二十倍而已 六都不入圍 那就大件事了 結了 因為快六八十也是跑速度的 這場馬怎麼跑呢?是兩隻馬 順得歌程失數二 一對回來上 哪個先走呢? 各跑各的 順得禮一定不同 大家只作戰習慣了 要計狀態是五個好些 分速好馬身收得好 其次都是好一些 其次 第一隻我應該數五 其次才數二 即是你說狀態是嗎? 對狀態 然後是六一三 這樣算吧 十一號的狀態應該跟二號評級 不是說馬 好 剛才我說的是狀態論馬 打中上馬 好 現在跟得忽然間熱了 只剩九個領 應該這隻馬是兩倍左右 即是一倍一 即是十元分二十元 都是三十多元 這隻石山是多划算 有四十多元 現在就 百姓福星上馬 好 聰明友 才聲拱照 敗槍 我現在的東西都上馬了 二五那條有多少錢 現在看不到 二五就是十六倍 清潔外官長 現在有了 四號奪獎 四號馬 二五就是十六倍 歐錦榮 歐錦榮 請各位各位 四號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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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隻馬 這隻馬 是歐錦榮 歐錦榮 四號奪獎 歐錦榮 四號奪獎 一雙中奪獎 五號奪獎 大師父的身手 最單Josh 看大師父身手 每個人都這麼兇 高東尼摩加利 魏德禮帶來 看看這隻 生力灰人 這杯飲上去都挺暈的 這位是誰 是誰 劉雪華嗎 沒錯 為什麼我們連通知都沒有人通知 還有公司 我們公司有人出來 是不是要通知 告訴我 我們有個職員來這裏 劉雪華在這裏 那我可以替你推廣一下 是不是 怎樣做事 我還看劉雪華來嗎 看這間公司可以這樣 好 近距離 讓他看看 甚至連他都不知道我們在這裏 好 無謂浪費氣了 等馬出去了 看馬吧 別看人了 好 童德出去先 根實超折 快樂八十 有成一 пап絲 獲獎 煂魔 天 別布 石山 白信福聲 聰明佑 琉銘 衝鋪 最後一隻精彩 好,全部出了,我們休息一會 到了這場千六賽事 平均速度後勁兼備才行 不說得笑,認真硬仗看看這場會不會拆新紀錄 有什麼馬可以快放呢? 這場?快落八十就行了,百姓福星 他們不會盡放的 百姓福星應該就放的 如果不盡放就沒有 百姓福星不盡放就只會沒有 這場馬唯一最忌,太快都是同德 我看這場馬魏德里會採取快放戰略 也對,應該是,又輕綁 他綁輕步步赤七,讓你過來追 他可能被人帶一段 然後轉彎的時候,一聲飛出來 華茲尼那一下 兩分多鐘而已 一號的同德,現在變了九點五 二號的超節,是九倍的 三號的快樂八十,是九點二 四號的奪獎,三十倍 五號的石山,是四倍的 六號的百姓福星,十六倍 七號的聰明友,九十九倍 八號財星拱照,九號快槍,十號好友 三十五倍,不知為何 十一號的精彩呢,四十五倍 我可以在這裏交給你了,精彩賽事 還有一分多鐘,所以那些馬匹 就有十隻馬都還在後面 只有一隻精彩先走進去 大概精彩是會預備先進去的 童德今天都很定 這隻馬現在成熟了之後 就很定的這隻馬 只是一個磅而已 如果講實力,始終都是最強一隻 一號的童德 現在有兩個開的一號 次熱門現在變了五號的石山,是四倍 然後就到花落八十,是四十五元左右 時間還有半分鐘多些 就可以看這場精彩賽事了 我看哪隻馬贏得好 都很難破到上一次一分三十三秒三的全港紀錄 童德上次做這個紀錄的時候 就是背著一百五十磅的 現在他重了四磅 以自己來說都很難打破這個紀錄 那些馬匹開始走到後面了 應該是開始入閘了,第四場賽事 就看哪些馬進閘了 快槍進了閘了 跟實好友 超節 聰明友 石山 快樂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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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進到 精彩現在黑布夢頭入閘 快樂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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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精彩,現在正在進閘 今天有點脾氣,精彩 精彩進去了 好了,最後兩隻馬,現在到童德了 童德入閘 百姓福姓在等著 入了去又退出來 出之搞定 百姓福姓 黑布蒙頭 好,由工作人員推進去 這場第一班馬入閘都幾論盡 這個精彩就搞了一輪 那跟著,現在呢,百姓福姓推進去 好,一起起步 出得都相當齊的 哎呀,百姓風姓跌了馬的 百姓風姓跌了馬 好,現在前面聰明有帶頭 那跟著就是快昌快樂八十石山 然後就是超折後一些精彩同德 最後就是財星拱照好友 然後就是奪掌流頭鬥後的 那現在前面我們見到快放的馬 就是快樂八十和聰明有的 那跟著,石山在第三位 然後就是超折快昌 後一些就有財星拱照 然後就是同德和這個 精彩好友 那大家每隻馬距離是相當近 開始轉彎,前面快樂八十已經是帶了出來的 跟著就是聰明有超折石山 跟著就是快昌 然後就是財星拱照同德 那開始轉彎入直路 前面還是快樂八十和聰明有 石山在第三位 一直在轉彎 現在快樂八十是領先了少少的 轉彎入直路 石山已經出了頭 石山聰明有 快樂八十已經沒有力的 同德現在拉出來衝刺 變成了是石山鬥同德超折的 同德在大外當非將軍從天而降 全無對手 同德這場馬全無對手 同德第一 石山超折爭第二 同德石山超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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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德這場馬全無對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